肌眼案例 2016年初即使不走路 脚底液肠一阵阵疼痛 有时心脏也会一阵阵痛 处理前的脚后跟 2016年4月起 尤其妻子用原始点调理 按推怀部原始点 在患处涂抹姜膏或姜泥后包扎 原始点部位用暖贴 每天温敷12小时以上 以前上下楼乘电梯 开始调理后改成爬楼梯 4月21日肌眼开始萎缩 后的脚质层开始脱落 5月2日脚质层全部脱落 肌眼平复 5月10日长出心肉和皮肤 33天前后比对 4月7日 5月10日 用原始点处理 共33天 脚后跟完全恢复 心脏经过处理也不再疼痛 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 感恩志工们的无私付出